1點熱炒店 8點 heartburn 11點熱炒店 不嗆 不辣 不上桌 今天要推出的招牌菜 厲害了 是什麼 為什麼特別要推這道菜 為什麼 上次我們有一集聊NG女生 對 引起廣大的回響 對 但是有人說 幹嘛做我們女生NG 對 就來做一集特別企劃 NG男生 為什麼跟漫波語扯上關係呢 為什麼 而且還是涼拌 這個男生你不管再帥 如果你的行為習慣不OK 那帥哥當場也就變胎哥 那就像漫波語一樣 就會引起什麼呢 因為漫波語很Q彈 對 所以你行為習慣不OK 就會引起女生的反彈 馬上被冷處理 就被涼拌了 所以叫做涼拌漫波語 真的是這個非常貼切 好像可以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男生就是 你有的時候看他外表 好像都很好 然後就一秒內就讓我們覺得 好外面 最想吐 然後就是想要揍他 然後再也不想看到他 你最想吐的男生是 什麼狀況 我以為是要問是誰 我很好奇 我以為要問是誰 突然間很天理 我冷汗 我不會問是誰 因為我怕他會講我 是什麼樣的狀況 不會啦 什麼樣的狀況讓你會想吐 我覺得有很多狀況 因為就是比如說很小氣的男生 很小氣 就是自己以為耍帥 好像很厲害 然後其實就是我覺得 沒有氣質的男生我也受不了 沒有氣質的男生 沒有氣質 好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好 歡迎你們 好啦 今天精采了 因為大家都講說 這個帥呢 不管帥或是美 都是由內到外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男生的內在 有哪一些行為 讓女生是非常NG 是不OK的 對 再次強調跟帥不帥沒關係 你再帥 如果你有這些行為的話 照樣NG 一樣是不行的 對 我們先來看 第一條 第一條是什麼 小氣 剛剛提到的 對啊 這我就是不大方 對不對 Apple 我以前有碰過一個男生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出去吃飯 在初期的時候 你可能 就是各父各的AA制 我覺得是很OK的 是 因為你也不知道 對方的經濟狀況嘛 而且他也沒確認 你是不是要跟他在一起 還沒在一起 就在那邊請客 那也是 怎麼你說的這個話 感覺就很小氣 對啊 我是在詮釋他講那句話的意思 又不是吃多貴的東西 對啊 都是可能吃一些小東西 滷肉飯那種 對 然後他也是會想要AA制 然後就覺得 然後就很誇張 對 我就覺得 好 沒關係 因為AA制我是可以認同的 但是後面在一起了之後 也是AA制 然後我們有一次吃飯 我就說總共吃多少 他說一千 我就說好 我就拿了500給他 然後他說不對 你要給我550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有10%的服務費 好可憐喔 所以10%的服務費 你也要share一半 對 我聽完以後 我就好 沒關係 就多給他50 直到有一次我們出國 回來我就爆炸了 我們那一次出國呢 然後也是出去玩 但我們出去玩 我們會先有一個公積金 譬如說每個人先多少 然後這公積金就是用來買那種 可能有樂園的門票 或是一起吃飯的東西的錢 對 或是車錢 就用公積金 我們自己還是有錢 譬如你要買自己的衣服的時候 你就是要花自己的錢 然後但是到了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要回去嘛 然後我自己的錢 其實剩沒有多少 但是公積金還有一些錢 你講話A公積金的錢 好可憐喔 可是女生 你這個行為跟社區組委A社區的公費 他還沒講完 你都講完 讓我講完 但後面公積金還剩一些錢 然後我就想到 我要買一些伴手禮回去送朋友 可能送我跟他共同的朋友 或是送我妹我的朋友這樣 所以我們就在藥妝店 然後我就買 結果我就看我自己錢可能不夠 所以我就有一部分就用公積金付 付完以後 來了 對付完以後 回到台灣以後呢 那個公積金我們就要評分 然後我就算了公積金的錢 我就評分給他 他就說 你應該要把那天 就是我們 那時候藥妝店的那個錢 要吐回來 那個應該是你要付的 因為他沒有要買伴手禮 他算得好金喔 然後我就生氣了 我就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算 因為送的伴手禮 也是有你的朋友 也是共同的朋友 而且就像我們兩個 就是男生女生出去 我女生食量一定比較小 你也是吃的 演的時候也比較多 對啊 然後動不動 動不動就要喝酒 動不動就要什麼的 對啊 我就說那這樣子的話 你吃的也比我多 我也沒有特別計較 然後他就回我說 那你也可以吃那麼多 這啥 好用心 這男的就應該回來就分手了吧 沒有 還是有撐了一年 你有撐一年 很厲害耶 阿婆你還能夠撐一年 要是Melody出國玩 還搞公基金 當場把它踹回台灣 搞什麼公基金 這真的很不OK耶 OK 這個行為真的太小氣了 謝謝